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小说《七月的人民》 说起南非,你可能会想到种族隔离制度 以及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为废除种族隔离而做的斗争 由于19世纪以来,欧洲人殖民南部非洲的原因 南非的土地上生活着多种肤色的居民 欧洲血统的白人一直占有支配地位,统治着本土血统的黑人 1948年,南非成为独立国家 白人控制了政权并设立了种族隔离制度 从制度上将黑人劣等、白人优等、白人支配黑人 确立为一种社会和文化事实 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南非一直保持这种制度 白人只占南非总人口的13% 却统治着其余87%的黑人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白人和黑人之间就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 然而,南非的种族关系远没有如此简单 人数较少的白人会害怕数量巨大的黑人 也会为自己的特权地位感到不安 而黑人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与白人结为利益共同体 压迫与抗争、奴役与自由 我们绝不能被这些宏大的词汇所蒙蔽 而忽视了一个事实 即一种从根本上不公平的制度 将会让他所涉及的每个个体都付出代价 本书作者纳丁·戈迪默出生于1923年 他从20岁起就开始写短篇小说 从35岁起开始写长篇小说 他把全部的写作人生 都用来记录和叙述种族隔离在南非的影响 作为荷兰人的后裔 戈迪默是生活在南非的白人 但是他坚持在黑人白人之间保持不偏不倚 他认为双方都是这种罪恶制度的牺牲品 都在承受痛苦 但是只要他不偏袒白人一方 他就会被南非的白人当局视为是危险分子 所以从1958年到1979年 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出版后被禁 总共被禁时长长达22年之久 不过从1981年出版7月的人民开始 他的书再也没有遇到阻碍 而南非也进入到一个艰难的告别过去的新时期 种族隔离制度 在纳尔逊曼德拉等民主人士长期的努力下 终于在1995年宣告废除 而戈迪默也荣获了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 7月的人民这部长篇小说 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像瑞典学院在受奖词中所说 他的小说深入地参与和理解南非政治 描绘出了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 在开始解读之前 要说明的一点是 这本书的英文名是July's People 翻译成7月的人民是不准确的 准确的译法应该是朱利的族人 July是书中一个和白人生活在一起的黑人 他的名字应该翻译成朱利而不是七月 而People也不是指人民 应该翻译成族人 指的是那位黑人朱利老家的同族乡民 虽然七月的人民这个书名 已经被中国媒体和读者所普遍接受 但我们在解读时将保持朱利这一译名 故事的主人公朱利是南非的一名男性黑人 他是一对白人夫妇的仆人 白人姓斯迈尔斯和三个孩子 住在一个靠开采金矿建起的小镇上 他们有一栋豪宅 有十几个房间 有大游泳池 书房里摆满了书 每个早晨七点 仆人朱利准时敲响他们卧室的门 给他们送进来两支 用粉色玻璃茶杯契好的咖啡 旁边是一小厅炼乳 里面放着勺子 有时他们会住到出去度假的 矿山老板的家里 仆人就照例在早晨七点钟 敲门送来饮料 饼干和水 他们有一辆结实耐用的小型卡车 男主人巴姆会驾车出去打猎 打野鸭 珍珠鸡 红腿石鸡 孩子们每次跟爸爸出去打猎 都很快乐 他们全家还会开车 到附近的博茨瓦那和莫桑比克去露营 每次旅行 女主人莫林都把家 放心地托付给那位黑人仆人 朱丽 由她掌管所有的钥匙 并打理一切事物 斯曼尔斯夫妇在这里生活 已经超过15年了 在这里有存款 有投资 有房产 生活得非常舒适了 然而 风云突变 有一天早晨七点钟 夫妇两个醒来时 仆人朱丽依然站在门口 可是没有敲门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门了 仆人只是喊了他们一声 然后拉开了盖住门洞的一条麻布袋 斯曼尔斯夫妇坐在地板上 三个孩子在旁边睡觉 现在他们住在一个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这是一个黑人的聚居地 所有的建筑就是一壮壮破旧的木房子 这里距离他们自己的住宅足有600公里远 但他们可不是过来露营旅行的 而是在金黄匆忙之中逃过来的 这堆木屋正是他们的黑人仆人的家族所在地 里面住的都是这位仆人的亲族 小说的整个故事 主要就发生在斯曼尔斯夫妇和这位黑人仆人朱丽之间 以及他们和朱丽的族人之间 他们没有泳池和书房了 喜欢户外活动的男主人巴姆 只是带来了他的猎枪 喜欢读书的女主人莫林身边只有一本书 他们只能在一个金属浴盆里洗澡 他们没有咖啡 只能喝朱丽送来的养奶 他们煮粥吃的时候 无法像以前那样就着蜂蜜黄油 只能在锅里放一点盐 他们的孩子跑到河边去喝水 在露天的地里大便 擦屁股纸丢得到处都是 一拉完就招来了贪吃的猪 不过虽然朱丽来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她的白人主人 问他们能不能喝得惯羊奶 以及有什么紧迫的需要 那么斯麦尔斯夫妇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境地呢 原来1976年 南非发生了一次黑人大暴动 四年后又发生了大罢工 期间还夹杂着不计其数的小骚乱 游行示威以及相应的镇压 作者纳丁·戈迪默身处期间 看到了骚乱中被纵火焚烧的房子 被殴打甚至杀害的人 他便开始思考 到了南非爆发真正内战的那一天 那些被卷入其中的白人居民 可能会遇到一些怎样的事情 就是基于此 他创造了斯麦尔斯夫妇 他们是一对富有同情心的白人夫妇 雇佣了黑人朱丽当仆人后 15年来一直对他信任有加 尤其是女主人莫林 他厌恶种族隔离制度 看不起白人天然享有的特权 可他本身又是白人 希望自己丈夫和三个孩子 能够过得安稳富裕 因此他总是尽可能地对朱丽 更好一些 以此来弥补他作为一个有特权的白人 对南非黑人所怀的愧疚感 而朱丽也不负他们的信任 15年里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事 现在内战突然爆发 街道上已是火光冲天 黑人白人军人平民混杀成一片 政府军的轰炸机在空中盘缓 在如此的险情之下 朱丽向他的主人提出 应该赶快放弃这里 到他的乡下老家避难 就这样 斯曼尔斯夫妇带着孩子们 来到了这个贫困的木屋区 朱丽救了他们 可是莫林完全无法放下心来 因为这片区域都是陌生的黑人 万一走漏风声 说这里藏了白人 难保不会给他们惹来大祸 莫林深深感谢朱丽的搭救 可是她免不了要怀疑 朱丽毕竟是黑人 会不会在压力之下 做出什么不轨之举 然而她又担心自己的怀疑 被朱丽感觉出来 反而引起朱丽的不满 于是莫林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 小心翼翼地适应新的生活 接触新的邻居 莫林第一次见到朱丽的亲人 包括她的妻子 这个黑人女子给朱丽生了几个孩子 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 她默然地对莫林点点头 就把奶瓶交给一个更加年迈的女人 让她去喂孩子 屋里的其他女人各做各的事情 莫林发现虽然自己是客人 可是却习惯于高昂着头 而那些黑人女人则仿佛是仆人一样 沉默而缓慢地做各种事情 显然他们的生活一直就如此 都是体力劳动 生老病死简单而卑微 他们都知道外边在打仗 可是他们完全不在乎 黑人是否能推翻白人的统治 而只知道 既然朱丽的主人都避难到了这里 那就意味着 朱丽再也不能挣来工钱了 斯麦尔斯夫妇紧力平静下来 实际上也是在等待下一件事的发生 有一天 他们在午觉中被车轮的声音惊醒 赶紧追出去 发现车被几个黑人开走了 其中就有朱丽 但朱丽是不会开车的 一整个下午 夫妇两个都担心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 但都强忍住不说 只是有时说几句 我们本来可以早点离开这里之类的话 但是当他们打开收音机 发现这里收不到英语频道的时候 他们顿时被孤立感所压倒 开始情不自禁地互相埋怨起来 墨林伤心地说 丈夫太软弱了 竟然相信了一个黑人 到了晚上 天上下起了暴雨 墨林看到丈夫巴姆睡着了 就脱下外衣 独自走出这个几乎快要令他窒息的小屋 雨水疯狂地焦透了他 透过完全模糊的视线 他看到远处出现了两根针一样的光 那是车灯的光 他们的卡车返回了 这真是虚惊一场 看到朱丽回来 墨林和丈夫敢忙追问他们出去干什么了 是谁开的车 朱丽漫不经心地说 车是一个名叫丹尼尔的族人开的 他们一起去40公里以外的镇上买东西 以前15年里 他不是也无数次帮主人采买东西吗 这一趟 他买回了果酱 茶叶 食辣 盐等等一切必需品 甚至还带回了电池 因为他知道 主人的收音机就要没电了 朱丽还把费用告诉了墨林 数字精确到了分 他的表达很自然 甚至很快乐 完全没有想要做点什么勾当的样子 看上去 朱丽不仅依然真诚地忠于主人 而且对自己能保护和帮助主人这一点 她是很享受的 但是卡车被开走这件事 在斯曼尔斯夫妇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朱丽说要学开车 所以不肯把车钥匙还给他们 而卡车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自由行动的工具 只能服从朱丽的保护和安排 墨林相信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缓解他们的紧张焦虑 那就是谈心 两周过去后 墨林终于和朱丽谈了一次心 她问起了车钥匙的事 朱丽还是不愿意给 她说 车钥匙以及房子里所有的钥匙 你们以前不是一直妥妥地交给我保管的吗 然后她又开口说了一句话 我是给你干活的奴仆 足足十五年 你使唤我 捏满意我 墨林被这句话惊呆了 因为她是个特别敏感的人 一向最厌恶虚伪 她既然反对种族隔离政策 就担心自己被人视为这种政策的受益者 换句话说 她希望做到言行一致 不做伪善之人 她要求自己把朱丽视为和自己完全平等的朋友 总是特别关心朱丽在乡下的家里人 询问她说 他们需要什么 她曾经把家里的茧子和一个磨刀器送给朱丽 让她拿去给自己太太用来做家务 每次旅行回来 墨林总是不忘给朱丽带礼物 甚至还关心朱丽在城里找的一个情人 然而 这些行为恰恰让朱丽感觉到 一种恩赐的刻意 她说 你是给我带礼物 可是你在出去的时候 总是拉着我的手 嘱咐我帮你看好猫 看好狗 帮你照顾好花草和泳池 帮你把书房收拾干净 直到我帮你把手提箱搬上车的时候 还在关照我 当我在前面走时 我知道 你在后面看我 听朱丽这么讲 墨林禁不住失望地喊道 如果我让你干了你不愿意干的活 不该你干的活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我对你的关心是不是比谁都多的 你摸着良心说 我是不是一个好主人 朱丽回答说 我从没有说过你不是一位好太太 可是 你更在乎我能不能看好你的书房和泳池 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 墨林遭到了严重的挫败 他不仅无法坦然地面对昔日的仆人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好人 但他的丈夫巴姆就不一样了 作为男人 巴姆更有力量 行事也会更干脆 虽然卡车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但他有枪 他带着朱丽的族人丹尼尔一起去打猎 结果奇开得胜 打到了他之前没有打过的油猪 当巴姆带着血淋淋的猎物回来 并且动手剥皮切肉的时候 所有黑人都很仰慕他 他暂时脱离了尴尬的处境 而墨林蹲在地上 浑身脏兮兮地跟着丈夫一起煮猪肉 肉是很香的 但丈夫志得一满的样子 却让刚刚受挫的墨林 感到心情复杂 为了挽回自己和朱丽之间的关系 获得安全感 也为了继续实践和捍卫她的平等理念 墨林主动去和朱丽的女性族人 一起采摘野菜 她干那些从没干过的体力活 只干到头发脏到打结 身上满是跳蚤 她紧离跟那些黑人女性谈笑风生 并且告诉自己说 我很从容 我享受这种平等 然而不久之后 墨林又遭到了一次打击 那天朱丽告诉墨林夫妇说 这片地区的酋长要见他们 她说这里所有的木屋都是归酋长的 只要酋长想见你们 我就得把你们带过去抱个道 墨林当然忐忑不安 但她丈夫却已经很放松了 他们带着三个孩子一起 由丹尼尔开着他们的车去见酋长 车子经过一片片凌乱而繁忙的田野 掠过乡间黄发垂条男男女女的身边 最后来到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楼房前面 那就是酋长的驻地 酋长出来了 她跟其他的黑人一样瘦削 穿着传统的长袍 其他黑人都对她毕恭毕敬 跪拜有加 酋长向斯曼尔斯夫妇 打听他们住的那些地方都怎样了 他们回答说 你的人已经接管了约翰内斯堡 没想到酋长开口问道 白人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用枪炮坦克飞机把黑人打死 白人为什么还要逃跑 还要跑到我们这里来 莫林非常惊讶 这位黑人酋长 非但没有代表黑人来审问他们这几个逃难的白人 反而希望白人能赶紧把黑人的暴动平息下去 这是为什么 酋长说出了原委 原来她在乎的是自己部落的利益 她知道南非的战火已经把临近国家的人也吸引了过来 那里的部落会来趁机抢夺她的地盘 所以她希望白人能赶紧稳定局势 甚至请求斯曼尔斯夫妇帮她 她对巴姆说 你能教我用枪射击吗 莫林从未想到过 一个黑人酋长竟然会要求白人来帮她打黑人 她情不自禁地说 你们不能对你们自己人开枪 你们不会这么做的 你们会吗 会吗 为了这个村子 为了这空荡荡的丛林 你们就愿意帮着白人政府杀黑人 所有的黑人都应该是你们的部落 不是吗 可是 酋长只是一边用火柴棍踢牙 一边不冷不热地又问了一句 你们有枪吗 巴姆说 我们只有一把猎枪 酋长又问 那你们有左轮手枪吗 我们知道 你们是把左轮手枪放卧室里的 保护你们的电视机 收音机和成套成套的衣服 跟酋长的见面 让莫林接触到了事情更为复杂的一面 他自己虽然同情黑人 向往种族平等 可是 他对现实的认识 却是幼稚和粗浅的 他没有想到 并不是每一个黑人都想获得解放的 种族隔离制度渗入了这个社会 不同的黑人在其中找到不同的位置 对朱莉的这位酋长而言 保留这种制度 让白人继续在南非统治下去 是对他最有利的 从酋长那里回来 斯曼尔斯夫妇都心事重重 而他们的收音机 这个他们赖意了解外界的工具 虽然安装了新电池 却依然收不到外边的消息 也收不到关于他们自己的消息 没有任何新闻 讲到南非逃难白人的事情 夫妇两个默默地对坐在收音机前 外面夜深了 星星在空中闪耀 他们感到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都被用来生产枪炮武器了 自然界里本有的那些音乐 被人类世界混乱 嘈杂 撕裂的轰鸣声响所取代 这个世界从内而外都渲染无比 但是 就如同这个收不到任何电台的夜晚一样 世界的喧嚣 有时也会暂时停止 在那一刹那 他们能听到从宇宙深处 传来的一声叹息 故事逐渐接近尾声 围绕着酋长想要学射击的请求 莫林和丈夫反复讨论 推测酋长的用意 到最后 他们又说到要设法离开这里 也又归于无言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处可去 他们希望继续融入黑人 于是有一天 他们去看黑人聚集起来 再歌再舞地庆祝狂欢节 可他们终究听不惯黑人的音乐 而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房子时 巴姆猛然发现 他的猎枪不见了 失去卡车 他们只是失去了自由行动的工具 但失去猎枪 则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安全感 莫林失魂落魄地出门去找朱莉 好不容易在一条河边找到了她 她开口就要朱莉把枪还回来 但是朱莉疑惑不解的眼神 显示出她的确不知情 他们两个人争论了一番 才知道枪多半是被那个丹尼尔拿走的 朱莉说 丹尼尔去参加黑人的武装队伍了 她与这件事无关 但是莫林却崩溃了 她绝望地告诉朱莉 你要负责把枪追回来 然后又冷冷地说 你 我一直知道你在我家小偷小摸 可是我一直没跟你摊牌 你偷了我家的剪子 还有我的磨刀器 当然 这些东西都是莫林自己送给朱莉的 这几周以来 朱莉可以说是尽了自己的力 她把她的主人 就到自己的族人之中 她尽量为他们夫妇添置必需品 关心孩子的健康 她确保她的族人 能接受这对白人夫妇 不排斥他们 更不出卖他们 只是朱莉也是个成年人 有自己的性格和想法 她想借着有车的机会学开车 她希望在自己的地盘上 更加独立的行事 以尽一个主人的职责 就像之前 她的女主人莫林 在白人的地盘上 对她所做的那样 然而 莫林已经无法理智地看到这些了 因为失去猎枪后 恐惧已经压垮了她 她完全不顾之前 小心维护的交情 和自己的人设 师生责备助力 这再次说明 尽管莫林是一心一意 想做一个好的白人主子 但种族隔离政策 确立的种族尊卑和从属 却从一开始就在她和朱莉之间 埋下了反目的隐患 听了莫林的指责之后 朱莉也不再说英语 而是爆出了一堆 他们黑人土著的土语 这一对主仆的关系 就这样彻底完了 之后 他们再也没有说过话 而莫林回去后 由于内心崩溃 她跟丈夫也没什么话想说了 最后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 莫林正给她的儿子维克多的裤子缝钮扣 忽然听到头顶上直升机的声音 她走了出去 看到所有人都在那里 朱莉的族人们 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见过直升机 有些人吓得尖叫起来 直升机俯冲下来 然后又升起 到了河的另一边 又再一次俯冲下来 莫林顺着声音走去 她踩着石头 蹚着水 手里拎着鞋 一路向直升机的方向走去 她的丈夫和孩子在叫她 可是她没有回头 她奔跑着 怀着一生中 所有被压抑了的自信 还有警觉 像一只独居的野兽 正处于既找不到配偶 也不养幼崽 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 而活着的季节 她跑了 故事到这里 也就戛然而止了 哥迪墨没有告诉我们 莫林最终有没有上飞机 是什么样的心境导致莫林抛弃了家庭 她的离开是为了逃避什么 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南非是一个特别美丽富饶的国家 但它的机体上有一个巨大的病灶 种族隔离 根据肤色将人区分了等级 这不仅在她的主要人口之间 制造了无法消灭的敌意 更让那些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特权白人 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里 他们表达了对特权的厌弃 或至少是不在乎 他们伸出了友好的手 那手心里写着人人平等 可是 这常常只是招致了黑人的不屑 乃至厌恶 他们从这种开恩式的姿态里 看到了白人的优越感 这就是种族隔离的复杂性所在 并不是说白人只要个个都拿出菩萨心肠 特权就会消失 不公正的制度就会名存实亡 实际上 生活在这个制度之下的人 他们的表达都会因他而扭曲 莫林专心经营的平等的关系 在她的仆人朱莉看来 只是她的白人主人 用来安慰自己的良心罢了 莫林在不自知的状况下 变成了她自己最讨厌的那种虚伪的人 她为了弥补身为白人的愧疚 而给朱莉各种恩惠 所以 莫林最后奔向直升机的举动 表面上是出于恐惧之下的走投无路 本质上 则是因为她无法面对一个 已经轰然崩塌了的自我形象 那自诩的开明 仁慈 善良 她向来对自己深信不疑 认为自己是种族平等的实践者和先锋 而如今 这种人设已经见次崩塌 莫林的悲剧在于 她没有意识到 自己只要雇了这么一位黑人 就不能幻想再做一个放弃特权 推动种族平等的优质白人 在这种主仆关系之中 主人对仆人实施了她不自知的情感讹诈 所以哥迪莫揭示的真相是 只要种族隔离作为制度继续下去 不平等就是结构性的 讹诈行为 内心不平衡的感觉就难免要发生 哪怕所有白人都像莫林一样 心地人厚 哪怕黑人没有任何被奴役的感觉 黑人也一定会起来暴动 因为他们在精神上被矮化了 他们始终是被施恩的对象 是需要服从家长的 长不大的小孩 但是 作者哥迪莫也是一个 在南非长大的白人女性 她无疑在莫林的故事里 揉入了自己的体验和反省 小说的叙述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其中的对话大多数是无人称的 也不加引号 仅仅用一个破折号开头 读起来有一种 你一言我一语的嘈杂感 这种形式传达了 哥迪莫的真实感受 白人和黑人 已经混合在了一起 在言语上交融成一片 在命运上也是一体的 在这一方面 哥迪莫就和另一位南非著名作家 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J.M.库切有很大的差异 库切的风格更加冷酷 他所描写的南非社会的种族关系 是彻底毒化的不可救药的 库切本人也在21世纪初离开了南非 移居澳大利亚 而在哥迪莫的小说里 我们却能时不时地发现一些生机 我们不妨乐观地想象 如果莫林真的走了 他的三个孩子是能够在这个贫困的黑人区里生活下去的 在书中 哥迪莫多次写道 斯曼尔斯家的三个孩子 跟这片土地之间有着自然而然的亲密 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 对外界的事情忧心忡忡 对贫富关系身份的是非 对一辆车一支枪所牵涉的安全感和自由度 如此耿耿于怀 我们看到 他们和黑人孩子之间有着天然的平等 书中写道 当巴姆帮着黑人修理水箱的时候 他的孩子们就跟黑人孩子一起看 当孩子们玩在一起的时候 看上去就像乡间的蜜蜂集群飞舞时 形成的那根彗星一般的尾巴 他们对黑人的食物 黑人饲养的动物 对地里的植物 对黑人用来放音乐的机器都很感兴趣 他们缠着朱莉的时候 朱莉总是会露出最坦然最善意的笑脸 男孩子去打猎 去赶车 女孩子跟黑人学编绳子 还用装橘子的袋子给乡下的猫咪做窝 跟黑人女孩一起观察 幼猫吃奶 在哥迪墨的画面中 每当孩子出现时 战争 怨恨和猜疑的模影 就仿佛把这个白人家庭彻底忘却了 人类总是要通过弥补犯下的过失 才能艰难地前进一小步 1990年 南非黑人的政治领袖曼德拉 在监狱里服刑27年后终于出狱 开始推进南非的民主化进程 五年以后 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历史 然而 制度的毒素 依然停留在南非的文化土壤之中 人们的话语 思维和行为偏好中 依然存在着各种 因肤色而生的歧视和偏见 他们是很难消除的 而且会一代代遗传 真正的平等 族群之间真正的和睦 是一个永恒的愿景 哥迪默通过七月的人民 传达了他的信心 他把希望寄托给孩子们 盼望着南非逐步走向 他的美好愿景 而再严峻的现实 也无法压倒人类 即将到来的未来